先前桃園市的輔交通局 推出往來龜山大平頂與輝龍地區的605公車 受到引擎影響搭乘的人數不多 因此經過當地一員爭取 從今日起到7月10號進行第二次試辦 不僅在上下班期間增加班次 並增設樂善國小周圍住宅區的站點 期盼能更好服務當地居民 那第一次試辦呢是111年的1月10號 那當時試辦是說三個月 剛好遇到了過年期間跟疫情嚴峻的時候 所以試辦的成效沒有那麼好 那經過我在跟交通局爭取過後呢 4月10號又再度了第二次的試辦 第二次試辦的部分呢有增加三個站點 在樂善國小附近 就是希望附近的孩子們、小朋友都可以達成 那另外呢也有增加班次 尤其是在上班時間跟下班時間都有增加時段 所以也歡迎通勤族呢可以多多利用 議員表示這班經由青山路下到迴龍地區的605公車 縮短了民眾轉乘台北監運的時間 方便通勤族往來雙百與歸山 再加上班次與站點增加 議員期盼能有更多人前來搭乘 那如果搭乘605公車呢 因為他是走三線青山路這個部分 所以可以大幅縮短過去我們必須要走正興路或中義路 再接萬壽路或東萬壽路到迴龍的這個時間 應該可以節省一半的時間 所以對通勤族來講是一大的福音 可以到迴龍之後呢 銜接雙北的北捷系統 那我們做這個北捷系統就可以到雙北通勤 這也是我們大平頂地區很多通勤族的心聲 近年大平頂地區人口移入快速 但大眾交通運輸網絡卻不完備 民眾自行開車的後果是當地騰倉塞車 因此地方上也多次向政府爭取規劃相關交通疏導措施 期盼能有效解決最直接的民生問題 記者 劉雨婷 韓運報導